我最近呢在我的留言區裡面看到非常多人在跟我講說 欸 Jason 你現在拍攝的畫面非常漂亮 你的顏色非常好看 你的燈打得很好 然後非常多人問我說該怎麼去做出這樣的 應該說怎麼去打出這樣的光 那我經營Youtube快五年以來呢 用過應該說打過非常多種光 然後場景也換過非常多種 如果你是一路以來就在看我影片的觀眾朋友呢 你可能會記得我在最之前的影片裡面的背景 是我用那種我記得好像是用我的台燈打的 然後背景呢都是那種 我的房間啊然後旁邊還有床啊 然後後面的背景整個都亂糟糟的 有我的櫥櫃啊等等非常多雜亂的東西 然後後來我去高雄念大學的時候呢 在我的宿舍裡面然後用也是用台燈去打 然後到我稍微懂怎麼去找一個乾淨的背景 然後到我稍微懂怎麼用好的光去打 然後還有在我的房間裡面嘗試各種不同的鏡位 然後到後來在我的房間裡面把它變成工作室 然後也試了很多不同的鏡位啊 不同的光不同的裝潢等等非常多種的變化 然後到現在終於完成了我理想中的這種 就是這種talking head的畫面 對我現在看我的畫面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覺得蠻喜歡的 那我會一步步跟大家分析 我是怎麼打這種talking head影片的光 然後我的背景啊我的鏡位 我的器材等等的各種細節 我全部會跟大家講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空間 那我之前有做過一部就是我的工作是開箱 還沒看過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那個時候的我呢 非常受到這種minimalism 也就是簡約主義的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那個時期的背景啊等等的 都是看起來什麼都沒有 可能頂多就一個我的房朝箱 或者是我的電腦桌 然後什麼都沒有 literally 什麼都沒有 然後整片牆都是黑的 對我這片牆是全黑的 我是當初塗油漆的時候 我有稍微用白加 黑裡面加一點白 讓它有一點灰灰的 但就是大概長這樣子 那後來呢 我漸漸受到了很多 我有看很多那種IG上面的那種 Decoration的影片 然後我也受到李維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他是一個很喜歡那種很溫暖 然後很多那種植物啊 很多裝飾的這種空間 那我也受到他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我之後就開始 也喜歡放一些 在我的空間裡面放一些東西 可以represent我的個性的感覺 就是去表現說我這個人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不然我之前的影片裡面那些背景啊 我就覺得其實看起來真的 蠻無聊的 然後背後全是暗 那我就開始思考說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代表我 什麼東西可以表現我的個性 後來我就想到了 沒錯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的房間的後面 我的工作室的後面 有非常多的這種 Movie poster 就是電影海報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電影的人 然後前陣子我就自己去蝦皮啊 各大的網站上面去找 有沒有這些 Movie poster 然後後來發現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蝦皮上面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對然後比如說 沙丘啊 蝙蝠俠啊 幸福綠皮書 阿芬海門 跟Spiderman 都是我很喜歡的電影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電影之外呢 影響我很大的 那我就想要把他們 有點像是 在我的牆上貼一些 明信片啊 攝影的東西 然後 很大部分都是李唯送我的 他有送我一本攝影集 攝影的明信片集 然後我就把它撕下來 然後全部貼在我的牆上 然後還有一些 我覺得 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些畫家的話 也是對我影響蠻深的一些作品 對 然後我有放一些很出名的話 在後面 比如說 日出印象啊 然後 神奈川 那是神奈川嗎 我看一下 沒錯 是神奈川衝浪裡 的那些小明信片 那電腦桌上方呢 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我放了兩個大的這種 城市地圖的框 那其中一個是東京 那東京算是我最喜歡 然後也是我 第一次出國去的地方 對 第一次自己賺錢出國去的地方 所以我把東京放在我的上面 就是有點像是一個 時刻提醒我自己 或者是 給我一個回憶的感覺 那第二個呢 這邊 這個是台北 那放台北的原因呢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因為我是台灣人 所以 我把我們的首都台北放成 一個代表之類的 但其實是因為 我跟李唯是在台北認識的 然後我們很多約會的地方 去了很多 我們去看夕陽啊 看各種約會的地方 都是在台北 然後我甚至在 他住的地方上面呢 標了一個 小星號 一個星星的記號 但因為太遠了 看不太到 對 所以我就把東京跟台北 兩座城市的城市地圖 放在後面 然後 右下角的話呢 右下角的話 是我放李唯的立可拍 跟我們兩個的合照 就是在我電腦的 視野的正右方 這樣我就可以隨時 覺得累的時候 或者是想他的時候 就可以看 我們的合照啊 還有他的照片 就是可以 讓我 想他 那架子上面呢 就是放一些 我自己很喜歡的公仔啊 比如說像黑武士 那個 From Star Wars 黑武士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 蝙蝠俠 也是我超級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英雄 然後其中有一台呢 就是Ben Affleck的蝙蝠俠 那台蝙蝠車 是李唯送我的 那最右邊的話 是我爸以前用的 古董 古董底片機 古董相機 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下面就是一堆 雜物之類的 沒錯 然後那個 翻頁中也是李唯送我的 沒錯 這個大概就是我的一些 背景組成 那第二個呢 就是 鏡位 那以鏡位來說的話呢 一般來講 大家可能在拍這種影片的時候 你可能都習慣 在你的 可能你的鏡位 是跟牆面平行嗎 但是呢 當你在一個空間裡面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取得最好的透視感 那其實你是需要在一個空間裡面的 斜45度對角 上面 然後才能體現出一個很好的這種空間感 然後讓你的人 你的主體 距離你的背景 越遠越好 這樣你的這種 畫面這種透視感會比較好 比較通透一點 那下面一個呢 就是 器材 我現在依舊是使用我的這個 A7S3 Sony的A7S3 搭配一顆24-70的鏡頭 那我在拍攝的時候呢 我的膠段都是設定在24毫米 然後光圈也是在2.8 那我看一下現在的數值喔 我現在是拍4K 24幀 然後快門速度四八分之一秒 F2.8 ISO是160 然後我自己都會把色溫 設定在一個fix number 就是現在是5400K 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的手去遮到鏡頭 或者是有一些 物體出現在鏡頭裡面 他的白冰痕偵測器 如果偵測到的話 有時候會有一些color shifting 就是你的色溫會變 就很奇怪 所以我不喜歡 那我之前有試過用35 1.4 來拍這種talkentide的影片 那我個人其實沒有很喜歡 就是35的帶來的感覺 就是以這種talkentide來講的話 所以我後來都是使用24毫米 就是可以容納進更多畫面 然後也可以容納進更多 我想要給大家看的東西 那收音也是一個非常多人問的問題 我目前使用的麥克風有兩個 我直接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 我是用一個HolyLand的這種 無線麥克風作為一個 應該是發射器吧 然後再連一個Rode的 VideoMic Pro Plus 還是Plus Pro之類的 就是 而且距離你越近越好 就是如果你這樣子手拿的話 反而會更好 因為它的音可以收得更好 但我自己是習慣把手空出來 就是比較方便 可以拿東西 所以它距離我大概 這個這樣的距離吧 也沒有很遠 那再來最後呢 就是燈光 我目前使用的這個keylight 就是在我斜右45度 再上45度的這個keylight呢 是Netlight Forza 300 那這個燈我擁有蠻久了 然後我也幫他拍過一部開箱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呢 你的keylight 你的主光呢 最好是距離你 比如說你這裡是0度 最好是距離你45度左右 的這個地方 然後再傾斜45度 這樣打下來 你的光線才會比較好 那因為我目前還有打一個side light 所以各位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的這個 輪布朗光 但我把這個side light 關掉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 OK 這樣的話呢 我的這個三角就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輪布朗光呢 其實他的由來是以前有個畫家叫做輪布朗 那他畫人的時候呢 他都很喜歡有一個這樣子的三角形 就是在你的陰影處有一個三角形 所以後來人們就把這個打光的方法叫做輪布朗光 那因為我自己是想要追求一個有點畫面裡不要太多陰影的 當然你想 因為我之前也是都這樣打 其實也無所謂 也蠻好看的 那我就是 今天突然想要打一個 教大家打怎麼打 一個side light 那side light呢 顧名思義就是你的輔光 那輔光基本上就是從你key light的旁邊打過來 那我自己是直接放在側邊 就是可以打到這邊的光 讓我的臉 沒有這麼重的陰影 那你的side light的強度 要比key light小 我不確定數值是多少 我並不是一個多專業的就是燈光組的 但我自己是設定在目前是1%的亮度 我的side light 就是有基本上有一些輔助就好了 那然後呢 我的背景的光呢 那首先這個 大家看到嗎 這個光是 我記得也是IKEA買的 那它的名字呢 我不會念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買藍色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的背景已經夠黑了 就是已經夠沒有顏色了 所以我想要有一點可愛的顏色在裡面 所以我就選擇了藍色 加上李偉說藍色很好看 我就買了藍色 對 然後呢 我的後面這一盞 落地燈 它也是IKEA的 名字 我一樣不會念 那它是有點金屬的感覺 有點工業風的感覺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那我另外很喜歡的 它另一個點呢 就是它下面還有一個小燈 它可以往這邊打 就是可以把我的這些蝙蝠俠 一些想要展示的東西給大家看到 因為如果沒有那盞燈的話 我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那盞燈就會變這樣 就是這裡會變得比較暗一點 所以我自己是也喜歡 它的這個小燈的設計 然後呢 我的這個櫃子下面 其實它的木板 這邊都有貼一些這個 磁吸感應燈條 就是如果都沒有這些光的話 我給大家看一下 OK 各位可以看到 好就是我的這個地方 就會變得非常暗 大家有注意到這個difference嗎 就這邊都會變得非常暗 所以我個人是 我以前會喜歡那種霧七八黑的感覺啦 就是只有一個人臉在那裡 但我現在就喜歡 讓背景比較亮一點 好 以上我是Jace 我們下部影片見 Peace